下面我们讲解旋转型腿法 旋风腿 从隔头式站立开始 先上步 提膝旋转 换步加边腿 换步提膝 上步提膝旋转 换步边腿 连接 向风腿的一番错误 一个 我们旋转的时候 提膝抬太早 导致你的腿 踢的幅度过不来 所以击打的目标 就击打的目标就没有力量 好 所以转 提膝 带到正前方之后 再换腿 踢 踢边腿 第二个问题就是旋转的速度太慢 旋转速度太慢 就更容易被别人 发现你的意图 所以我们前面这个动作可以把它做成虚晃的鞭腿 好 虚晃的鞭腿 一起一落 直接动 走 一 直接 接 接腿法 好 另外一种 一番错误 起腿 时候 人身体重心往前 所以力量就前仰 力量应该 身体应该微微后仰 腿应该向前送 这样才能把力量释放到腿上 然后保持好你的身体的平衡 好 不然如果你的身体是前仰 力量还没使出来 就自己就已经掉下来了 好 所以再一个 就是你旋转的速度一定要足够快 好 旋风腿的训练方法 一 上步 提膝旋转 上步提膝旋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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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第二 换步 换步起边腿 快速提膝 起边腿 走 好 两组动作 一和二 衔接起来 一 二 七 好 一 二 七 逐渐加速 发力 好 旋风腿的实战应用 我们前面这一腿可以做假做一个虚晃的腿法 趁对方往后撤的时候 加旋转 好 一 好 第二种 我们可以加上一个拳法 再加拳法的时候 上步 起腿 可以衔接腿法 后边腿 衔接 好了 今天的讲解到此结束 如果朋友们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 请给我留言 后面还会有更多精彩的课程 别忘了点赞 关注 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点赞收藏关注不迷路